我們主要是以推廣活動民主的原因 因為在過往很少一些文化團體 是以舉辦活動民主 我們在富德流成立了這個生活團之後 主要是舉辦一些講座 舉辦一些課堂 一些文間講座 類似課程 我最喜歡的是有很多課程 可能有詩歌、小說、散文等工作坊 我會請很多藝術家或港師來分享 然後上課 我可以在旁邊聽和記錄 記錄完之後可以寫一小段文宣 可以普通上Facebook 這就是在館裡比較主要的工作 來到這裡之後 我們上完創班的時候 就可能要寫一些文字 通上Facebook宣傳 另一方面就是 在文學館工作 其實可以很粗略地 基本上可以了解到一些活動策劃的流程 一個活動入人動舞 或者發生的經過 所以我們希望同學 可以理解到一些文化技術的行徑 如何去進行 他可能背後有很多的 譬如本數 或者是一些市場的策略 因為當初我看過他的網站 我看他的活動有幾多文化 例如有閒說、散文 或者外出的一些活動 例如他即將會有的香港文學位 所以我就想 如果我回這份委員會 應該可以在文學等的空間 同時可以去其他空間的實習 所以我就選這份 其實首先建立關係 我們很密集 因為大家的年紀 其實是相約 我們都不是大一些 同學很多 所以其實同學來這裡 是很好玩的 我們基本上 都可以和他們溝通 在其他地方 讀媒體是一個網絡媒體 甚至如我們中指所說 我們是一個公民媒體 希望可以提供一些 在主流媒體以外的 一些採訪的角度 或者一些不同的內域給香港人 主要就是做採訪 就會去採訪不同的機構 或者一些正確 有時候就回到不同的議題 看他們的訴求是什麼 還有有時候都會採訪一些 市民的意見 看他們有沒有什麼聲音 都想表達給政府 都知道 其實我覺得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所有東西都很新鮮 例如你要去 自己去收集很多的資料 親身自己要一個人去採訪 很多不同的人事 之後就會發覺 原來對香港很多議題都會熟悉了 怎樣去寫一篇 吸引到人體的新聞 其實是一個很高難度的事件 跟我們平時想像中這麼簡單 因為其實可能這些新聞局 有時候大家都覺得比較沉悲 就要想一下 怎樣可以勾起到別人的共鳴 吸引到別人去看 在這個急速的過程中 他們可以透過這個機會去學習 甚至如果是 別人幼稚於做記者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機會去感受一下 突然做記者的經驗 因為讀輩資源比較少 甚至我們是一個小媒體 甚至我們是一個民間媒體 所以我們職業可能只有三個 但是我們日常的採訪 以及第一次的事件 都要依靠我們的實習同行去採訪 所以實習同行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不能是人力或者資源都是很重要的 我們在影韓社這個機構實習 最主要是做一些關於社會運動的錄片 或者我們會做一些關心基層的行動 例如說我們會去一些社區調查 我們本身就是在深水部區 所以就會去認識那裡的居民 跟他們一起玩一下去試 或者是做一些影像的遊戲 也有的 Mintan姐就是一個做的錄像 用影像去記住社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今天就準備了一個尖板 它的主題就叫做麵包與玫瑰 麵包與玫瑰 我們就是想跟遊行的市民去講 然後聽他們今次來的訴求 然後就將他們的訴求寫在我們的尖板上 Mintan同學同學來到 我們就會安排一系列的工作坊 工作坊我們有專門針對溝通的部分 譬如因為我們比較多的工作 牽涉到要下區和不同階層人 例如街坊、公園去溝通 這些溝通工作坊 還有就是會有一些基本的攝影機操作的工作坊 我們本身都是大學讀書 然後出來工作 就很覺得課堂上學的東西 其實有時才會有點偷掌理論的東西 就很覺得我們是希望給同學機會 去不同的社區接觸街坊 接觸現在的社區發生什麼事 來到有機會給他們和課堂上學的東西 有回到對話的東西 我們很期望那些學生會多問一些很理所當然的東西 其實就是理論實質的關係 在我們方向上面 很多都是聽回來的 一些例子 一些事情 但未必真的那麼了解他們的數據 可能有一個印象就是 基層是否等於很慘 或者是等於需要被援助 但我們下來接觸基層的時候 我們都會知道 因為其實他們都是 普通的市民都會有 他們自己的合法的定義 都可以是很不一樣的 可以是很敗類 也不是 只是我作為一個 可能在公處幫助 其實大家很平衡 大家其實是互相學習 互相去幫助 所以我自己最深的感受就是這件事 演戲家族 其實在1991年已經成立了 當時是由一班演藝學院的畢業生 一起去組成的 最近我們開始 就拓展不同的活動 包括就是進入社區 我們很希望把音樂劇 帶到不同的社群 令到大家都會 能夠覺得這個音樂劇 是一個很容易親近 很普及的技術認識 其實我們都對這個實習生 沒有什麼特別的期望 因為始終大家都不是認識對方開始的 但是很開心就是 當他進來之後 在我們逛逛街 我們發現原來其實 他都有一些才能 原來他是懂得剪片的 而他都由他自己的想法開始 幫我們設計了一系列的宣傳片 那效果都是很好 這個也是這個program 帶給劇團一個驚喜小禮物 來的 我這兩個月 主要就是幫忙做一些 劇團的簡單文書工作 那此外呢 我還有幫忙做一些 劇團的宣傳工作 例如我們現在正在做這個 《仲夏夜之夢》的音樂劇 我這個月就會幫忙做一些 影片製作 可能是一些宣傳片 那我就幫忙跟團隊拍完之後 可能會幫忙剪片 那今天就是上演 仲夏夜之夢的日子 那我就主要在前台做一些工作 例如好像是 關於賣一些宣傳品 和一些分費的工作 你會好知道 到底一間中小企 它需要運作的一些基本元素 那其實這個 都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那在剛剛過這兩個月 那我自己接觸各種 關於劇團一些行政上面的東西 那自己也是 跟自己的想像 或者是很大出入的 那自己也是對這方面 也會有興趣 也希望之後可以 做到相關的 技術行政的工作 Hong Kong Festival Orchestra 就在香港 都成立了八年了 那就是一個比較年輕 又活力的 Orchestra 那我們每一年 都會找不同的 International Stars 去 去跟我們合作 然後我們之前也合作過 George Chabelle Ella Jessica 林子祥 李雲迪亞 那些國際巨星 可能他們本身是 什麼都不懂的 可能對 搞一場音樂會 是完全一無所知 我希望他們 完成這個實習之後 都可能跟別人說 我搞過一場什麼音樂會 那我知道 如果要預備一場音樂會 我是要做什麼事 事前準備工作 還有我也希望他們 會有一個很好的學習態度 去處理一些 可能他們本身 覺得自己 應付不來的工作 又或者對他們說 很新的挑戰的工作 我覺得是 學怎樣 真的 將來 畢業之後 怎麼大入社會 因為很多東西 都在書本學不到 例如 一開始 我打算 進來做大使 一定是要 很厲害 要搞一個活動出來 但原來 做了很多瑣碎 例如 剛剛我說了 做琴寶排版 或者做一份 一些 House Program的東西 就 真的覺得 原來 自己的性格是有不足 例如 真的很細心 又或者要 做事要很周全 可能這些東西 聽起來是很普通的 但真的要做下去 想 要真的做事 那時候 就會有他的困難 首先 在學校 就感覺是 老師偷的知識 給我們 我們好像說 自己要思考 但因為在 FO這裡做事 是很彈性的 例如 你想入哪一個 團隊做事 例如 我想去處理 一些票務 那 我們就會 自己 就自己搞 所以那個主動性 是要很強 那 就不是說 我要做些什麼 或者讓別人告訴你 你應該這樣做 我覺得 這個 跟學校學習的模式 是很不同的 普劇場 成立在2002年的 我們成立初期 就是 做一些巡迷劇 然後 慢慢 做一些 正劇 大人一些的 類似 製作業 一路運作 間斷間斷地做 我們跟很多機構 都合作過 例如ICAC 禁讀處 線道會 都合作過 現在我們普劇場 正在走一個 兒童文學路線 雖然聽起來 好像兒童文學 其實不是正的兒童 不是兒童看的 大人都適合看的 劇團 其實是一個 共同一起努力 去合作 大家給予意見的地方 我覺得是需要 去令同學 起碼要了解 這個劇團的運作 因為劇團 可能他未必 完了之後 未必做這個工作 可能覺得很悶 或者他會加入 很好玩 但都了解一下 其實這個劇團的運作 是怎樣的 我們其實沒有對一個 同學 有什麼的期望 我想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就是 他有興趣 他對這個 演員有興趣 他才有做得投入 還有要擺出他的熱誠 如果我逼你做 是沒有意思的 一個員工也是 你逼他做的 他也沒有興趣做的 子女也是 他也讀書 沒有興趣 很痛苦的 我想最重要 他自己有熱心 或者是興趣 他的態度感強一點 我想這個最重要 我今次在這個劇團 做的就是 一些行政的工作 其實我在做這份 實際的工作之前 我對劇團的運作 完全是一無所致 但是透過這份工作 就接觸到 有關口台製作 還有行政的工作 所以對我來說 都很新鮮 而且我也覺得是有趣的 我嘗試了這份工作的時候 都遇到很多不同的問題 也有遇到困難 但是同事們都很友善 還有演員 他們都非常體諒我 當我遇到困難和問題的時候 都會很友善地幫我教我 或者是給我一些指引 令到我整個過程 都做得非常開心 我都希望他畢業之後 來我們 我邀請了幾次 喂 快畢業之後來我們公司 就好了 這好了 大家看看